香港的串金尺土 很多人都在小型單位生活 也不是很多人擁有自己的睡房 所以一張圖架床 就成為他們的小天地了 不過回到五十年代的洗字區 每個單位面積只有一百呎 對居民來說 要有他們自己的床位 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在這麼劑悲的居住環境之下 到底當年他們是怎樣生活和成長的呢 五十年代 香港有大批內地移民湧入 以木屋作為暫時的居所 為了解決住屋需要 政府就建了大量洗字屋村 當年政府規定 每個一百二十呎的單位 需要住五個成人 而每個未夠十歲的小朋友 只可以當半個人 所以用這個方法計算 一個單位最多可以住到一家八戶 對於一些只有一兩個小朋友的小家庭 更加要和一家人分住單位 形成一屋兩房五人行的情景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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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其實我想問一下 當年你在公屋住的時候 是否真的很擠迫 對, 很擠迫 好像現在這樣 這個位置就是你們一屋人就住了 多一點的位置, 包括我們現在坐的位置 這裡租出來的就是剛剛叫做… 這個角樓的位置是一半 整間房子的一半面積 你們當時有多少個人住在 一個角樓、一張床 連在這裡 家人不記得 對, 多少人 我家裡五個人 五個人, 你以前也是小朋友 你們在什麼地方做功課、吃飯 睡覺也是在這個位置, 還是怎樣 這件事說到 爸爸媽媽的設計挺好的 我們睡覺就在這個位置 是 其實有一點屏風在這裡 屏風的另一邊 其實會開一張… 就是我們坐的位置 對, 大概三尺乘三尺的摺桌 給我們… 我有三兄弟姐妹 在這裡做功課 這張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書桌 做完功課, 收了功課就吃飯 下午時間就是這張座飯桌 收了一張摺桌後 我們還要打地鋪, 睡地下 因為角樓不夠位置睡 睡不到這麼多人 睡不到五個人 上面有時睡一個 有時睡兩個 下面也睡兩個 有一個就要打地鋪 對 睡地下一個 有時又不喜歡自己睡地下 又要拉多一個下來 明天就這樣下來 當年公屋居民很適合善用空間 只可以放一張圖架床、一個衣� 每天吃飯、睡覺、做功課 都是靠這100呎搞定 不過當時所有單位都欠缺衛生設備 每層只有六格公共廁所 和十四格公共浴室 還要三百多人共用 環境有多惡劣, 可想而知 而且這些設備都建在大廈中庭 如果只住在旁邊 街坊門就要張遮一下 很久了 我這條村住了應該有二十年到二十一年 已經很久了 最初我們搬進來時是一家六口 後來我弟弟出生,就變成一家七口 你可以想像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我現在看起來才知道 現在看起來似乎沒甚麼可能 但當時我們全部人都不覺得 雖然很擠迫 但起居、飲食、日常 甚至有時娛樂等 都是在這裡做的 讀書、工作,也是這樣 這是四天來一次製水的時候 用來裝水的 後來沒有製水的時候 就有一些換季的衣服放在裡面 然後我們就坐在這裡 上面就是一張桌子 來做供貨 很多的兄弟姊妹都用過 我們住在曬治區裡有很多美好的回憶 最主要就是倫理之間 街坊之間的守望相助 舉例,我們屬於那種家境比較貧窮 有時候到月底就已經不夠錢 有一位叫曾伯 和他太太,叫曾斯拉 非常樂意來幫助我們 我們的關係很好 我們在月底就向他們借錢 月初我們就很快就馬上來還錢 可能過兩個月後又需要做這樣的借錢 又馬上出錢還錢 之後我們一直維持很好的關係 雖然有時候我們搬離開不同的地方 曾斯拉也移民了澳洲 但仍然保持很好的關係 雖然初期公屋居住的環境 比較簡陋擠迫 就連去廁所的空間也要跟他們共用 沒有私隱,只不過可以在臨時搭經的寮屋 搬去穩陣的碩士大廈 對於居民來說 這就是他們在香港安居樂業的好開始